Odia Jungle Odia Jungle 坦克自一战首次出现在战场时,就奠定了他陆战之王的地位,凭借打枪不入的装甲以及强大的获利。 他成为工程夺债的主要利器,可是谁曾想到,战场上近乎无比的坦克,在二战时,竟被日本鬼子的空饮料瓶给干掉了几十辆。 1939年5月,为争夺我国内蒙古呼伦贝尔是西部的诺门卡地区的归属问题,苏联和日本在这里爆发了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战争。 当时苏联共投入了约6万人的兵力,以及500辆坦克,350辆装甲车,500架战机,以及数量众多的火炮。 而日本的兵力只有3万多人,装甲坦克数量不足苏联一半,飞机不到200架,论装备和人数,日本远不如苏联。 7月2日晚,40多辆日军装甲车,突袭了苏联一个装甲旅,摧毁坦克装甲12辆,各种大炮19能,卡车20多辆,突袭成功后,日军继续向进攻,直奔苏军主阵地。 与此同时,日本第64连队也向苏军733阵的发起了进攻。 7月3日晚,日本第64连队,刚拿下了733阵的一脚,苏军300多辆坦克增援就到了。 当时日军第64连队以步兵为主,基本没有什么对付坦克的武器,但撤退的话,肯定是跑不过坦克的。 于是,日本人就学起了西班牙人,以前对付苏军坦克的办法,往喝完的玻璃汽水瓶里装上汽油,制成燃烧瓶对付苏联坦克。 燃烧瓶碰上坦克碎裂后,里面的汽油会在坦克表面燃,烧,火焰很大,如果烧到油箱后,很容易爆炸,而且火焰在坦克上燃烧,也会给坦克带来很大的伤害, 引起故障,无法正常作战。靠这种方法,日本步兵荡业用燃烧瓶,摧毁苏联77辆坦克,因此这一晚在历史上也被称为燃烧瓶之夜,虽然最后还是败给了苏联,但也给苏联带来了很大的损失。 不久,德国入侵苏联后,为了对抗更加强大的德军,苏联被迫和日本签订停战协议,诺门卡战役这才结束,而日军在这场战役中使用了燃烧瓶,因为制造简单,威力大,成了二战期间游击部队和非正规军队,用来对付坦克的常用武器,直到现在很多国家的暴动分子们还喜欢用燃烧瓶。 感谢观看